我們來看一下模擬器的部分 剛剛老師已經連到這個網址 那我們來看看模擬器呢 在這邊 這裡 您可以看到 到底它跟我們一般 剛剛Block有哪裡不一樣 有 您看一下上面這邊 這裡 有一個房子 剛剛那裡沒有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一個房子 這就是我們那個虛擬的元件在這裡 所以你按下去之後就會看到 我們虛擬元件就跑出來有沒有 它預設會出現在這邊 預設在我們右上角 出現在右上角這裡 那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UNO的板子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UNO的板子 右上角這裡 房子這個房子模擬器區 按一下就出來了 右上角這個 這個 這個房子 如果老師沒有看到 您可以把畫面重新整理一下 就是那個Ctrl F 重新整理一下 看是不是那個 對對對 有了 它可能在Loading的時候 沒有進來 那您看喔 我們要用 如果你覺得這樣好像畫面比較小一點 對不對 這個畫面是可以拉開的 有沒有 如果你覺得這樣拉開 還是不夠大 沒關係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放到全螢幕 所以我們在拉線的時候 這樣就比較方便 等到你拉完了 再把它怎麼樣 縮小就好了 你看我把它放到最大 有沒有這樣 最大的畫面了 那 這些元件怎麼拿出來 你按著 先按住不要放 按住不要放 有沒有就一個出來了 盡量 我建議老師盡量不要按下就放開 為什麼 因為按下就放開 它躲在後面 你會突然多好多板子 雖然沒有花那麼多錢 呵呵呵 那板子多出來怎麼辦 點到它Delete就好了 這都BENG 呵呵 所以這樣OK囉 一個板子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 好不好 LED燈 我們右手邊找一個LED燈 按住不要放 拉來這邊 那 如果你這樣拉出來 我要接線 是不是還是有點小 滾輪不要客氣 往前就放大 有沒有 往後就縮小 滾輪 欸 那 如果呢 您移動 就是滑鼠在什麼 空白區域 它就等於是拖曳 就等於是我們那個手的功能 平移的功能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 拖曳到你要的地方 有沒有 我就可以像這樣拖曳一下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LED燈 我們這邊都有 對不對 是不是有長短腳 請問哪一支是正極 哪一支是負極 長腳是正極 對不對 短腳是負極嘛 所以說 我們來看一下 對齁 有一個還沒有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裡 板子上 那個UNO的板子 大家都還熟悉吧 板子上會有幾個部分 一個就是您會看到 這個 電源的部分 有3.3跟5V 另外一個會有所謂的接地 我應該放大一點 這樣老師看得比較清楚 另外是不是還有這個接地 但是這個 UNO板子上有三個接地 另外一個我們會用到的就是 這個 這些所謂的那個 腳位 從這裡到這邊 有沒有 這些腳位 好這些腳位 那 這裡還有 其他幾個腳位 原則上 這些數字的話 就是有毛毛蟲的 是我們一般講的類比的訊號 好 那如果沒有就是 我們一般數位的 數位的訊號 好 那基本有了解了之後呢 注意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叫Device ID 這個Device ID 你喜歡它叫什麼名字都可以 這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 LED燈我就拿進來囉 因為LED燈它不需要電源 因為這個蠻小的嘛 所以 電源不用 我們先把它接地 按著它 拖曳過來 就好了 有沒有 它會亮起來 它會亮起來 這樣是不是就接好了 你可以滾輪 像我現在滾輪放在 按著 我假設接到13好了 這樣兩個比較近一點 還是接到10 分開一點 如果老師覺得這樣接線不好看的話怎麼辦 中間按一下 我們有學過折線嘛 這樣不好看 對不對 所以要給你比較好看 這樣可以嗎 萬一那隻腳錯了 結果那條線錯了 請你點到它Delete就好了 這樣應該沒有杜邦線恐懼症吧 對不對 反正它喜歡怎麼接就怎麼接 能夠接到比較重要 好了 那怎麼辦 我現在就把右上角這個 把它縮小一下囉 可是呢 您看一下 我們這個 元件是不是還 列在這邊 你可以把它收起來 怎麼樣收起來 就按一次元件就好了 它就收起來了 這樣就不會擋到我們 對不對 好這樣 你在右上角這個 把它在元件再按一下 那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這樣我才有空間來寫我的程式的部分 所以這樣老師對虛擬的硬體連接有沒有問題 那個模擬器啊 目前是不能在平板或手機上用 因為我們這裡會有拖曳的動作 在就是那個觸控裝置上拖曳那個動作不行 因為它會變成是移動 所以目前這個模擬器 只能在電腦端使用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我們硬體接好了 我們就來把軟體的部分帶進來囉 你看我們左手邊的積木 左手邊的積木 因為我們需要搭配硬體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您看一下在這邊 左手邊有一個叫開發板 在這邊我們因為要搭配板子 所以您從這個上面去選擇 那麼我們積木的使用呢 你點進去之後 按著不要放 有沒有就拿來外面了 跟我們Squatch很像 很像齁 那首先呢您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開發板 就是用馬克一號或者Fly 那使用的方法就是用模擬器 預設都已經在這邊 應該是不會弄錯 那麼你們的寵物要叫什麼名字 就是自己決定 你決定好了 板子上的ID就會更改變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1234 我按下右上角的Play 您有沒有發現我這邊 有沒有變1234 所以你要叫什麼名字 重複的也沒有人會怪你 因為它是模擬的嘛 這樣OK齁 好 那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當我按下Play的時候 電真的有插上去 你停止的時候 它電源會拔開喔 這樣有齁 哈哈哈哈 至少這樣有模擬到嘛 好OK 那我們現在只是有板子 可是LED燈 是不是還沒告訴它 所以我們再從左手邊來找一下咯 我們再從左手邊 您看 開發板的下面有沒有一個LED燈 點開 那上面這個呢 就是它的那個硬體的設定的積木 就是你要告訴它 你的腳位接在哪裡 好 所以我就把它這裡按一下 告訴它 我的腳位 我剛剛是接在第10嘛 對不對 腳位的部分我接在第10 所以我們等於說 硬體接好了 我的開發板這邊 也要告訴它一件事情 我是哪一塊開發板 我的ID是什麼 用什麼方式連接 我的ID叫什麼名字 然後呢 我又沒有其他的感測器 或元件 先把這個部分先解決好 待會呢 我們就能用積木來控制它 比如說你要它亮啊 或閃爍啊都可以 都好了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LED燈裡面其他的積木囉 您看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LED ON 那當然裡面就有OFF 還有另外一個 是不是也有閃爍 還有狀態切換啊 這些我們上面都有 那我們來看看這裡 LED燈我們先讓它做一個閃爍好了 這樣會比較明顯 點進來 那您就可以在後面 假設時間你要改變就那個 那我們來看這裡 這樣當然要對比一下對不對 按下PLAY 好 這樣OK了 雖然硬體不會亮 但是軟體會亮 這樣沒錯吧 它只插在那個LED燈現在只有紅色的 還需要以後 比較多種不同顏色 所以如果您有改變程式 記得要把右上角這個程式 先把它做一個停止 比如說我覺得這樣不夠快 那我要0.1秒 所以改完了 我們再按下PLAY 重新執行 這樣速度就比較快 那如果您要接兩顆 接三顆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就隨便你啊 其他的元件也可以像這樣接近 而且這個模擬器 也可以真的產生一個獨立的網址 您看一下右上角 有沒有發現有個這個連結 所以即使沒有任何硬體 我們一樣可以用這個 先讓同學就是自己虛擬一下 回家也可以玩一下 對不對 這樣老師對模擬器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齁 這樣應該很有信心了嘛 哈哈哈哈